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聊奢侈品 结交金融精英结果却发现了名原本戏剧性的日常生活 为了打造显贵人生 六个人拼单一份利斯卡尔顿双人下午茶 三人拼租爱马仕包包一个月 一人背一周 还有六十人拼租法拉利 每个人只需一百元就可摇身一变成为年轻女车主 四十人拼单 宝格丽酒店一间房 甚至多人拼单 哭泣的二手丝袜 万物皆可拼 爱拼才会赢 所以说真的这些人将共享经济发挥到了极致 像这几年POA这个词可能还比较火 这个词的本意是街头搭讪艺术家 慢慢就演化成了把妹达人的意思 那既然男人可以POA女人 女人当然也可以POA男人 所以对女人来说POA就成了这个吊铠子的意思 再后来一切用套路忽悠别人心甘情愿上当的都叫做POA 比如这个老板画大饼的方式 忽悠员工天天无常加班 员工整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毫无怨言 这就叫老板POA员工 相信不少人有过经验的 也都听过可能你老板跟你说过 让你拿一些干股 让你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好好上班 老安我早年研究了一点这个进化心理学的时候 和一些POA大拿也认识 后来他们就把这一套模式相当于是产业化了 还开了公司搞所谓这个什么教育培训 有一次我拿到他们这个培训资料 就发现他们的内容也都是与时俱进的 比如之前这个移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候 主要他们是研究酒吧搭讪 街头搭讪 但是这个套路在中国其实也并不太适合 因为根据中国国情量身定制的套路叫朋友圈建设 或者叫做这个朋友圈展示面 就前几年朋友圈还是比较小众的产业 但这几年彻底是烂大街了 比如在某宝上就有大量的朋友圈图库出售 价格也比较低 一般只要6块6 卖家还非常良心的就是保持更新 过年过节还可以提供特殊图片 那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在当年都是肯要花上好几万去培训才能拿到的资料 那要知道一个套路他之所以管用 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不知道这是套路 那一旦大多数的人都知道你这就是套路 那立马肯定就没效果了 那关于这套把戏其实早在四年前就有人已经玩过 而且效果极好一片一个准 在2016年的时候俄罗斯就有一对年轻人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就想证明在网上打造一个明星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那为了验证他们这个观点 他们就找了一个莫斯科退休的老大爷花小钱做大包装 65岁的退休老汉穿着这个借来的衣服 从借来的汽车上下来 当然开门的人也是这个租来的临时工 他们把这个照片发上网之后反响非常的强烈 粉丝也是快速增长 还很快就惊动上了这个电视台 甚至还有一个服饰品牌想找老大爷做形象代言人 那姑娘们也纷纷给这个老大爷发私信 希望能够获得一次免费陪同旅行的机会 试验仅仅进行了两周就结束了 因为他总共已经花了这个5万卢布 相当于5300元人民币已经超预算了 那当时5300成本其实也算挺高的了 按照现在名媛拼单群的价 只要多凑几个人一块拼个单 完全就可以把人均成本降到500块左右 而且这效果也差不了 那这帮人为什么要如此包装自己呢 因为只有这样包装才会有粉丝 才会有点击量 这反映的就是绝大多数年轻人 他已经是被消费主义绑架的显示 之前老王就跟有的朋友聊过 就说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追求一种精致的生活 精致的都市利人 各种摆拍的这种照片 有意无意 他们就会留个私人微信号 留个私人联系方式 卸一大帮的男人呀 女人呀 各种各样的人呀 加他的微信 那前段时间 我知道有一个人 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光红包就收了好几万 这就是变现渠道 当然老王我是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买单的人 要按老王我是吧 其实说白了 不少人都很想了解这个有钱人和有钱人的生活 但事实上人们对于这个有钱人 他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因为他们接触的圈子 或许根本就达不到那个层次 于是他们对有钱人的判断 几乎就完全来自于这个电视媒体 网络媒体 甚至是电视剧和电影里 而电视和网络是消费主义的天下 所谓消费主义就是 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完全是通过他的消费来体现的 那消费越高端 这个人就越高级 你想让自己变得高级 那就要消费的更高端 周而复始就是这么简单 对于这些渠道来获取有钱人的知识 他们或许也就是这样想的 不过这个系统有两个八个 第一个是有钱人他并不一定会高调的消费 不一定会很高调的消费 那低调的有钱人多了去了 那有些扣门的有钱人完全和普通人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而高调的有钱人很可能是没有钱了 他需要装V 只有这样才能够继续的借到钱 或者是让战主们放心 第二个就是看起来的高端消费 他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你只需要花费很少的钱 就能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 既然让很多建设短浅的 就误认为你挺有钱的 而拼单名媛群就是看准了这个漏洞去钻空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广州压载犯大叔 这个大叔他有十栋楼的租要收 一栋楼有七层 按照这个算法老板一个月光房租收入就得有个三十多万 那有意思的就是啊 那人家不一定穿的非常光鲜亮丽 可能穿个人字拖 穿个大背心大裤衩 就在街上走 骑个三轮车 当然三轮车的车筐子里放着一堆钥匙 有一个博主 他有一次就去采访这个压台湾大叔 大叔有了这个烦恼 因为他的十栋楼快拆迁了 那我提到他 其实就是想着大家看看 他的这个穿着打扮以及背景画面 那其实怎么看都不像是你想象中的有钱人 那这是很正常 因为一个人有没有钱 和他会不会高调消费没有啥关系 但是在媒体中 不会消费的就一定不是有钱人 魔都这个明云事件发生之后 拼单产业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那当这帮人发完了图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拼的嘛 那看看这一水的嘲笑之前还怎么着迷 当装逼变成傻逼呢 这个产业也就算是废掉了 因为你不管怎么晒别人都不信了 彻底失去了奢侈消费的意义 本来奢侈消费就是晒给别人羡慕的 当别人不再羡慕你 反而嘲笑你 那买真奢侈品都没有意义了 老王我跟我的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说是你觉得他拼单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其实也并不一定说非要分个好坏 人家可能平时用的钱更多一些 而拼单可以用更少的钱去获得更高质量的一种象征性生活 其实也莫过于是一种比较好的事情 那其实我的朋友说这个拼单名媛 他是消费主义的大溃败 本来消费主义就是通过奢侈来显示自己的高级地位 那现在你晒的东西别人不信了 你还怎么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呢 而且啊这个人家真正的有钱人去消了费之后 人家为了就不是拍这两张照 可能平常大家在朋友圈里看他过得朴实无法的 其实人家真的有几栋楼 像名媛群这种表演者啊 前台通过豪华酒店名车名包等表演工具 展示自己精致的上流生活 通过展示自己拥有的物品来凸显自己的消费能力和品味 塑造他的名媛人设 而后台却通过拼单手段降低成本 掩饰虚伪的经济背景 那在这个过程里啊 社交媒体给前台后台的不对称呈现的提供了平衡的砝码 那作为展现用户他自我虚拟舞台的社交媒体 改变了时间秩序性以空间的限制 在人们传递及时讯息维护他们这个社交的同时啊 也通过文字和图片呈现他们这些人 理想中的一种自我形象 所以名媛们在这个社群里发起拼单付款啊 排队拍照上传社交媒体平台寻求点赞评论的心理满足感 与富人的身份认同感啊 在社交媒体平台扮演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 社交媒体为其提升交际场域中的优越地位啊 提供了这个购买交易和展现的平台 他们来通过这个评论表演 名媛们巩固自身所处圈层的人设关系 同时也以其他的群体划清了界限 那消费社会里可能有人看过啊 就是啊 他们里头说 人所消费的不再是商品 而是商品上明刻的符号代表着文化意义 在物质充盈的时代啊 人们不再为了这个啊吃饱穿短而发愁 那消费商品也超出了其实用主义的范畴 那更加注重其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体验 那商品化的社会被商业及广告所包围 为了激发受众的消费运用 资本家也通过把这个消费商品和人生愿景啊 符号意义的挂钩等手段操纵受众的情绪 让受众者主动追求被制造出来啊 来满足啊通过消费来追求生活的意义 老康其实自己啊 在之前对于消费这个概念啊 也不太算是太明确啊 因为自己有钱就花 那没钱就不花 能过得了好生活 也过得了吃抗厌菜的日子 毕竟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为了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啊 消费观呀价值观也是特地搜了一下百度啊 搜了一下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 所以之前给大家列出来的一些内容啊 也是仅供参考灾商严商啊 消费它的这个逻辑啊 其实也真的是影响着啊 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逻辑 那人们置身其中 渐渐的就习惯用打量商品的眼光来看待别人啊 需要通过消费来进行相互判比 把自己都符号化 那人和人的关系就变成了商品之间的关系 物质的标圈逐渐就代替了主体啊 消费成为定义人甚至控制人的手的 这就是消费型社会对人的商品化和异化 不是因为名媛所以去消费奢侈品 而是因为消费了奢侈品才能转变身份 成为所谓的名媛 这便是奢侈品符号意义对人的异化 艾玛士他等这个奢侈品牌将名媛和平民严格区分 并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阶层鸿沟 甲名媛们就对此心持身亡 而又困于现实的经济压力 于是通过拼单的共享手段 以极低的折扣实现这个阶层的逾越签 而获得这个身份的优越感 所以说梅剑啊 他真的是欲望的放大镜和滋养土壤 因为在这个名媛群里 他拼单可以一呼百应说明部分人 对此价值观是认同的 而且他自觉遵守这种群体规范 那长期以来在广告影视文化产品的引导下 人们把这个身份地位以及个人价值的彰显 摘化为开豪车 带名表等符号来表达 那这种千人一面的标准 也使得明媛成为了虚伪的可复制品 并且他逐渐地又偏离了明媛他本身的含义 然后我个人就认为啊 真正的明媛他应该是对于一个人内在的表达 对于他气质的体现 你找到了一个明媛的女朋友 结果发现他其实没有钱 他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拼的 你觉得自己是明媛 但是啊花了钱之后 东西被人拿走之后 深夜的夜晚又显了无比的空虚 没有了这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外貌修饰 所以撇去这些消费主义的浮发 我们也必须得正确的看待物质 理性的对待物质拥有 避免成为物欲的奴隶 其实我们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认可 获得自己的认可 获得别人的认可 获得家人的认可 每个人他都有带挖掘的闪光之处 优雅不一定需要满身起落 富有诗书 这是明确自身定位 提升自身品质 才是关键之处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老王有话说 不谈对错 只论话题本身 你们的每一个三连 都是对老王最大的支持 下期见